本港有超過10萬個腦退化症人士 估計20年後會增加3倍 針對患者容易逃失 有機構研發電子裝置協助找逃失的人 何小姐的83歲媽媽 兩年前患有中度腦退化症 三次在街上逃失 最後都要報警求助 蔡馬會旗志園聯同香港科技大學 為腦退化症人士免費提供名叫守護中的電子裝置 給他們帶在日常生活物品中 例如拐杖、銀包等 但要靠市民配合 下載一個應用程式成為奇蹟天使 一旦有走失事件會收到通知 再開手機上的藍牙裝置 走失的腦退化症人士經過就會發出信號 將為自送到雲端系統 這個設計的理念 主要我們用了種包的技術 我們有一個就失人士 他在社會上 我們要找他 一個人找就很辛苦很難找的 不知道他在哪裡 我們就會將這個問題 將它成為一個很小的單元 透過一個應用程式 去發散給一些奇蹟天使 以藍牙代替眼睛 那個人在附近出現了 透過藍牙訊號 在二、三十米裏面 你撈到他的訊號的話 你就已經知道他在你附近 而守護中裝置耗電量較少 不需要腦退化症人士或照顧者 經常去充電 走失超過一天 定位裝置完全沒有任何位置才提供 變成我們很想去補足到這件事 令到我們幫忙去尋找的時候 那個時間是延長的 守護中的耗電量非常低 大約用到一年 而照顧者隨時可以透過應用程式 看有多少電 在差不多沒有電的時候 就為腦退化症人士更換 無線電視記者 李惠儀報導